记者中丽华随行采访报道,蔡英文总统展开永续南岛,携手共好太平洋友邦之旅,访问我有邦马少尔群岛,图瓦鲁及所罗门群岛,在台湾时间傍晚5点40分准时抵达美国夏威夷,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见,我驻美代表高速太杰基。 蔡总统在夏威夷停留时间约一天半,预计在台湾时间30日凌晨才会离开檀香山并前往马少尔群岛,这次蔡总统停留期间将会见或电话联系美国重要政界人士,也与智库专家交流并安排当地参访,而且安排三个公开行程,媒体可随行采访,象征台美关系失职升温。 蔡总统在专辑上表示,外交工作是一个累积,台湾在跟太平洋友邦有良好互动,这是前几任总统共同努力累积而来的。 距离马前总统上次访问南泰相聚已有七年,这些年来亚太区域形势有很多变化,这趟出访除未有意加温,也希望能检视这些年来与太平洋友邦共执行许多合作计划,能否更加精进。 蔡总统表示,名为永续南岛,携手共好的出访,是这趟旅程的期待。 我们在南岛的朋友正面临多挑战,无论是气候变迁,医疗健康或环境永续一提上,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,有能力与也有责任,为我们的朋友做一些事情,共同携手合作,克服挑战。 总统转机在近九十顺利起飞约十分钟后,空军由新竹基地派出四架幻象2000战机护航,战机首先在专机左侧半飞,接着其中二架战机由专机下方移往专机右侧,直至即将跨越我飞航情报区,才结束半飞任务。